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M730 Watt News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最新的投资新闻 尤其是对于银发族来说 我觉得真的相当大喜讯 就是政府推出第三期的银息债券 今次有三厘的回报 那三厘你怎样看它究竟吸不吸引呢 其实我经常都觉得这个世界是相对的 你看回如果你走到你楼下的银行 现在一年期的港元的定期回报大概是两厘半左右 如果你是VIP的客户 有一杯茶有个曲奇饼给你吃的话 可能会多些的 不过今天之后这些绝对不吸引 因为政府就推出三厘的银息债券 所以你都可以跟银行的接待员小姐 告诉她最新的消息是这样的 看看她怎样回答你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有些人就会说 其实不是我买楼收租都可以的 买楼收租都有 挺好回报的 有时可以有三厘多 甚至乎买一些旧的有四厘 我想告诉你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事实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差响地租管理费 维修费 还有就是装修费 再加上你不是马上找到租客 找到租客他未必交租 好我一轮嘴说完之后 我只是想告诉你 投资物业的回报 如果你说有三厘 在现在的 虽然市转了一点点 但我也不觉得是很稳妥的 投资回报 再加上其实物业是不动产 这个不同 政府到期会和你 你可以立刻拿回钱 所以今次的银息债券 确实就不是其他一般的 刚才我所说的这些投资的项目 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同等的类比 另一方面来说 其实我觉得今次银息债券 当然啦 你说如果你是1953年12月31日之前 持有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 可以买得之外 当然这些人开心 但如果你说你是银行 你可不开心呢 我觉得未必 为什么呢 其实今次我觉得 魔鬼不在细节 而事实上 他整个魔鬼已经在整本页上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其实今次基本上 对于这些的银行来说 政府出了三厘的回报 证明了以后 一些的银行的息率 其实虽然你说 他们一方面 又不可以立刻加到三厘 美国各方面的利率的去向 虽然你说长期看升 但我看这个特朗普政府 可能他真的很厉害加息 所以你跟他说 那个利息可以短期内 再有一个大幅度上调 我看的机会又不是很大 所以今次政府这三十亿 这个银息债券 我估计很快就会爆灯 申请完 其实这个是好事 因为事实上 看回头 我个人估计 其实在没有全民退休保障 的情况下 政府 政府呢 银息债券 或者一些年金计划 今年七月才刚刚推完 为什么推得这么密 很明显就是说 我想 当局都会了解到 就是说 作为一个香港的长者 其实呢 如果不给一些 比较好的回报的投资 他们去选择的话 其实呢 就是 就是每天都这么艰难的嘛 就是你现在下楼下呢 其实买个似样的一个 就是碟头饭 那其人说的都五六十元 那你如果加杯冻饮的话 还要加四三四元 那你说就是 情何以堪呢 都相当之难捱的嘛 那个就是生活的人 那所以呢 政府呢 就今天推银息债券 明天呢 会不会推一个所谓的 金拐奖债券呢 我觉得绝对有这个可能 那事实上呢 如果你说 在现有的情况下呢 政府未来呢 用不同的一些途径 或者是明目呢 去增加香港市民的投资收入呢 我觉得呢 是指日可待的 那究竟 什么时候又会有新的 投资的项目出出路呢 今天就看不到 要是呢 要放肠双眼的 好了 今天跟大家谈到这里 下次呢 再跟大家呢 在AM What News里面 再谈一些 新闻的话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